欢迎回到中国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大陆四川来介绍你 相当流行的一种特色小吃 叫做串串香 他们把牛肉啦海鲜啦所有食材全部串成串 然后放到麻辣汤里头去涮煮 成都这家开了14年的串串香专卖店 全国已经有200多家分店 全部都走平价路线 每一串最多只要花台币6块钱 也因此平均每一个人花上一两百块钱 就能够吃得相当过瘾 鲜红滚烫的麻辣汤底 咕噜咕噜滚出一阵又一阵迷人的香麻气息 别以为这是麻辣火锅 一串串新鲜食材浸泡在红彤彤的油锅里 煮到入味趁热入口 它是大陆流行的麻辣汤 也是成都人口中的串串香 对最初的时候都是有一种矮桌的矮凳 是在路边的然后那种很矮的那种凳子 小矮桌小矮凳嘛 然后时间后逐渐的演变成这种比较高的一个桌子 喜欢享受美食也懂得品味生活 成都人在八零年代后期将原本的路边小滩扩大成店面经营 这家卫在成都市中心开店14年的元季春春香专卖店 在全国有200家饭店 从鲜嫩的牛肉 生蒙海鲜到新鲜蔬菜 照过100种的生鲜食材 不分种类 每串不超过人民币1.2元 相当于台币只要6块钱 让来到店里的人几乎是人手一盘堆积如山的汉串食材 自住室的评价消费加上传统四川会 深受成都在地人欢迎 一个礼拜至少一次 一个月 我在外地去玩的时候 久了没有吃就会想 很香 很麻 很辣 麻辣鲜三味缺一不可 而要成为成都人离家后混淫梦青的家乡味 最大关键藏在串串香诱人的麻辣锅底里 四川海椒提供的辣油香气辣度双重兼具 热到120度还得加入有豆瓣界天皇之称的 定级皮线豆瓣酱 我们炒这个必须用这个皮线豆瓣炒去香辣 一般的就不行 一般的它质量就搭不上这个 因为这个是我们四川皮线最有名的豆瓣 特级皮线豆瓣究竟取材 姜片 蒜头 七星椒 葱段等辛香料 却易不可 手工炒制半个小时 直到食材融化 香气释放 累加入香浓的牛骨高汤做成真空包 一次底料 干净又卫生 加入后的红糖锅底热乎乎香气四溢 经过红油辣椒加持 辣度更上一层 你们做这个整个调料都是现场 然后现场加工的 不要原来用原来的油啊 用原来油来直接好像那种油很不干净 但是这种油的话呢 你直接现场放到里面就非常的干净 这个串上其实它四川主要讲究一个麻一个辣嘛 然后比较入味 四川的话就是麻辣病重 来到四川成都吃涮蛋香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空间呢 有相当多的食材可以让客人自己选用 像我右手边呢 这边有鲜虾啦 有香肠 其中呢最火红的食材就属这个 秘制的牛肉了 所谓的秘制牛肉指的是 涮煮前经过店家特制的大入黄牛里肌肉条 用白酒去腥按摩和花椒粉 调味料增香后 打颗蛋滑嫩度更加分 最后和贵州朝廷刀粉红油一块拌匀 直到肉片换上一件红色外衣 手工串起来 串上的特色呢就是每一样切好的食材呢 都必须把它集结成串 不过别看它们串起来好像很容易 刚刚老板告诉我说呢 串这食材可是有技巧的 老板是不是 是的 我们在每年的话都会举办这种串串串的那种比赛 然后呢它的那种每一串的大小和它的 在签子上面的那个距离都是有 我们都是有一定的那种标准的 为了方便客人入口 肉片的大小距离都得经过精准测量 腌制入味的香辣牛肉串 放入红汤里轻轻涮个几下 洗饱麻辣胖制的牛肉串 热乎乎大口吃 只能用好八字也就是四川话好好吃来形容了 最喜欢吃牛肉 对 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 挺好的 味道挺鲜的 挺嫩的 不会老老的 不会不会 我觉得挺鲜的 除了直接品尝吃串串香的蘸料 也分成油碟和干碟两种 芝麻提炼的香油加些香菜大蒜拌匀 牛肉直接沾上香油吃 是最道地的四川味 喜欢重口味的人 还能沾上特制干辣椒 地狱般的火辣吃法 让首次尝鲜的老外大呼过瘾 我从来没有看到它 其实是我的第一次 它很美味 它有很多味道 它很美味 另外像是外酥内嫩的牛肉丸 肉质细致的鸡翅膀 香辣充满嚼劲的鱿鱼头 和弹性十足的鸡尾虾 都是店里的招牌菜 想吃点蔬菜均衡一下 不止金针菇 花椰菜都能够放到锅里扇煮 就连大陆春作土豆的马铃薯片 切成薄片后也能下锅 吸收锅底的花椒香气 煮到绵密细致入口即化 又麻又辣 而且很香 很酥很软的感觉 很滑到口里一般 不用嚼一般都下去了 我想要体验串串香的美味 不吃辣的人 也可以选择以鲸鱼熬汤 炖煮而成的白汤锅 汤底融合了蔬菜海鲜的甘甜味 涮入五香口味的牛肉串 或是黄瓜金针菇等蔬菜 不同于红锅的麻辣口感 尝起来清甜又爽口 白锅的话 主要是起一个滋补的作用 里面因为有各种的生类 党生 当归 然后还有鸡鱼之类的 这些都是比较滋补的一些东西 赶上了大陆 改革开放后期 创店14年来 全国超过200家分店 平均单店的月营业额 超过百万元 将近傍晚营业时间 不分季节 店门口总会出现客人 排队等待 还要拿号码牌 对啊 我觉得我前几次买 还没有拿号码牌了 我觉得就最近两次 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拿号码牌 等多久啊 大概半个小时 有的时候 有时候会等半个小时 是会想吃啊 对啊 即使客人超补场 但接手的年轻一代 可没有因此自卖 很多客人 他就为了吃这个嘛 然后位置只要满了之后 他们就会在外面坐着等 等的时候呢 但是我们也不会 要客人白等 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奖励措施 比如说等上半个小时 就会奖励二十串啊 几十串之类的 摆上几张小桌 特制的主意 点上满满一大盆食材 要喝着山舞好友 也许在成都人记忆中 串串香代表的是一种 围炉团聚的热闹范围 想贴近成都人的生活 有机会不妨也来亲自感受一下